那我拍拍外面的環境 這邊就是駕車進來的那條路 其實就非常寧靜 也都沒有其他人會進來的 一定是住這裏的了 而這間屋看下去 可以看看上面的小瓦 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很齊整 沒有什麼飛起爛了 所以應該就不會有些流水問題 而且這間屋是 我剛才沒看錯應該夠六零 60年 我稍後再確認 拍一拍旁邊的位置 這邊都放了石 其實它都做得不錯 這個是隔壁屋的 我走進來拍一拍 這些長腳位 這個去水位 整條喉 就上去 這些位置都收拾過 今天真的很好天 這幾天都很熱 這場也是 刀一刀 OK的 這些位置曬到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手工不錯 這個就是補過 應該少少位 這些就原裝沒什麼特別 唇膏 裡面的長身 這樣 沒有裂痕 磚排得很齊整 也沒有掉下來的 一些錫屎 各樣 這個就是舊路 把它拍在旁邊的 這些位置 天花 這樣 這邊長身 其實這邊也不是全部屬於自己的 旁邊的屋子 這裡有些草 要拔就拔掉了 沒什麼特別剪掉 這裡是Guarge 入口 旁邊長 近一點再多看 這樣位置 整間的情況不錯 然後我拍這邊 這裡再轉進來 你看到沒有特別 而且這個地勢是高了 已經是盡頭來的 剛才後面我問過的Agent 他都不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有隻馬 他純粹是一個草地 不知道是否附近的人養 還是怎樣 因為他沒有馬術學校 也沒有什麼訓練場在附近 進到盡頭這個位置 非常寧靜 OK 那 對了 先拍到這裡